气温头条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在大热天出门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两天气温都很高 那么在基隆有一位机车骑士 就因为疑似天气太热了 那骑车骑到一半就突然倒地 原本还以为只是一般的交通事故 不过检察官在相验之后 才发现这个机车骑士 是因为心肺衰竭才导致死亡 一秒钟就变成 监学器清楚拍下摩托车骑士倒地的瞬间 只见骑士前一秒还好好的 到了路口整辆摩托车却失控滑行 原事发突然还在大马路口 不止路人围观 连道场的远警都一度以为是车祸意外事故 直到调阅了监视器才发现 摔车前骑士并没有跟其他的车辆发生碰撞 就是说没有什么车損 那也没有跟其他车辆碰撞 为什么驾驶会突然死亡 那事后经过检察官相验 表示有可能因为这几天天气太热了 那造成他突然的心肺衰竭 因为太热了导致身体不适心肺衰竭 骑士在送医之后还是回天乏术 由于男子并没有相关病史提醒民众 大热天出门 不管是走路还是骑车 一定得注意防范措施 多多补充水分 避免类似的意外再度发生 好 好 谢谢大家